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日自然 要大家庆祝了 所以旧时到了这一天 所有的妇女穿红带绿不说 头上要带人圣 什么叫人圣呢 就是用彩色的纸 金箔等等 这些好看的材料 把它剪成小人的样子 带在头上 不单往头上带 还往屏风上贴 往窗户上贴 喜气洋洋 这一天就是过人日 人日还有一个活动 干嘛呢 就是登高 我们知道啊 这个九月重九是登高的日子 对不对 秋高气爽嘛 那个时候 实际上呢 一年当中还有一个日子要登高 这个登高呢 就是人日登高 为什么人日登高呢 因为春天来了嘛 是吧 春意盎然 虽然还没有看到太多的这种这个绿叶红花 但是已经微微的可以显露出一些春意了 所以这个日子呢 是登高的日子 那么古人呢 有很多在人日之天 写各种各样的诗来庆祝 写登高的诗啊 写人日的诗等等 那提到这些诗呢 我们就想到几位诗人 一位呢 是杜甫 一位是高士 当然还有很多诗人都写过关于人日的诗 但是这两个人呢 有两个人之间啊 不单是写诗 从写人日诗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俩之间的深厚的这种感情 杜甫和高士啊 他们生活的时代啊 都不太好 都是安史之乱 整个经历了整个的安史之乱 是吧 那么高士呢 是立了功的 为什么呢 因为高士呢 一直做官 这个唐宿宗登基了 他登基了 尊这个唐明皇为太上皇 对不对 这时候呢 安史之乱还没平定啊 是吧 接着呢 又有很多的这个各地的 所谓的秦王的兵马 又不受节制 你看 有一个唐玄宗李隆记的第16位儿子 这个儿子呢 名字叫做李林 他封为永王 永王呢 就当时就被封为一个节度使 然后他就劫着了很多兵马 就不听了解了 这个宿宗李亨当了皇帝之后呢 就要求这个永王李林回来 回到成都 因为什么呢 太上皇在成都啊 你要回到成都 报告你的军情 报告你 你要来述职 对不对 这李林就不听宣 为什么呢 因为李林有点怕李亨 他从小是跟着李亨长大的 他是李亨最疼爱的一个义母弟弟 是吧 甚至睡觉都搂着他睡 是吧 但是不幸生在帝王家啊 帝王的孩子 如果有某一个当了皇帝 他就要防着其他的这些兄弟了 是吧 那某一个人当了皇帝之后 其他的兄弟要防着这个兄长了 也要防着这个皇帝了 对不对 互相之间就生出一些嫌隙来 忌惮来 所以李林不敢回来 不回来 底下这些兵马呢 这已经坐拥重兵了 他当时呢 在南方啊 南方鱼米之乡啊 这个时候呢 就有可能 哎 占割据一方作大 对不对 这李林也有点糊涂 因为他是个书生 是吧 他没有带过兵 李林一下子把他推到这个世上以后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李亨呢 就非常生气 就要讨伐了永王 那就找谁呢 找了高氏 把高氏找来 高氏果然这个不负阵望啊 就很快就把李林给平定了 这个李林之乱就是高氏平定的 所以高氏后来呢 平定之后呢 这一段时间他是做这个淮南揭露室 是吧 哎 也是个军区司令啊 等于啊 高氏是个边塞诗人啊 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啊 是吧 你看 他还可以用兵 那么这时候呢 另外一个诗人就倒霉了 谁呢 李白 李白呢 是跟着李林的 跟着永王的 因为那个时候安史之乱呢 大家都要报效国家 报效朝廷 谁也不知道跟着谁合适啊 是吧 所以李白呢 他自己呢 自称 我呢 其实啊 这个诗是第二 是吧 我第一是什么呢 我最厉害的是我的剑法 剑术 是吧 我剑术可以称为整个一个唐代 我叫剑术第二 第一是谁呢 第一这个人叫裴敏 是个剑术大师 李白号称剑术第二 李白的剑术也了得啊 李白曾经杀过老虎啊 对不对 这李白也是不得了 所以这个时候 李白也要报效朝廷 他报效的办法 就是他投错了人了 投到李林的这个帐下 所以李林失败以后 李白也惨了 所以李白后来被流放啊等等这些遭遇 都是因为他跟着李林嘛 你看看 哎 这安史之乱 这个不知道毁了多少人呢 是吧 那高氏呢 立了功之后呢 就去四川彭州做刺史 是吧 在这个时候呢 正好 我们就刚才说到 这个杜甫呢 就带着一家老小到了这个 四川到了蜀中 过来之后 没地儿住 这个地方也没什么熟人 哎 这时候呢 就是高氏帮了他一把 高氏就给了他一笔钱 这等于这个杜甫跑高氏那个地方去拉了一笔赞助 他们俩原来在京里就是老朋友 是吧 这异地重逢高氏很高兴就给了他一笔钱 就帮他建起了一个草屋 这草屋到今天就是著名的杜甫草堂在成都 杜甫草堂 杜甫在这一下住了四年啊 他住在这个草堂里边 高氏第二年就掉到蜀州 又去认这个蜀州赐史 高氏就给他写 就在仁日这一天 就给杜甫写了一首诗 思念杜甫 就是仁日思念杜甫这首诗 是吧 那么杜甫呢 在九年之后 翻箱倒柜收拾东西的时候呢 把这首诗找出来了 哎呀 一下想起了这位顾骄啊 那个时候呢 高氏已经去世了 已经不在了 所以杜甫在这一天 又是仁日这一天啊 就写了仁日筹顾高蜀州建计 就翻出来高蜀州当年给他的诗啊 是不是啊 那这就是一对朋友之间的佳话 所以后来呢 这个千课骚人 凡是到了杜甫草堂都会想起 他们俩仁日这一天互相写的诗 所以你看到了清代的时候啊 有一个四川学生 这个人名字叫何绍基 来到这个四川之后呢 先去看杜甫草堂 到了草堂 一看这个风光啊 一看又想起当年杜甫高氏的交情啊 于是就给杜甫草堂提了一副对联 是吧 上联是井水春风攻占雀 下联是草堂人日我归来 这副对联到现在还挂在杜甫草堂 是吧 所有的游客到那去都还可以看见这副对联 所以呢杜甫草堂这个历朝历代就成为文人在仁日雅极的所在啊 当然仁日的故事还有很多 我们不能一一被说了啊 希望大家记住这个日子 我们共同的生日 我相信你们可以观看